后直900,前直360 一只脚出了剑,要扣0.1分 自由推水平的转体720,第一组的转体 虚体炫,好的 整个落地还是比较干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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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腿360度 召唤腿水平的720度 结束串 后900前360 DC的连接结束 实力还是很强的 它三串连接全部连上 他的跳马更难 6.5 现在后手翻 上满自立后攻翻 转体900度 它完成的还是比较 比较好 掀起你的盖头来 后值540 后值1008的 间接连接 这是CE的连接加0.2 落地有了一小跳 后团两周 很高 过地 还是比较理想的 990 990 完成了 990 还可以 漂亮的曲量钟 结束 现在就把包袱扔给了 孟斯塔芬娜 他这套动作 能不能顶住压力 阿拉伯团两周 再接一个跳步 自由腿低水平的 1080 运动员的速度还是非常好 900前360 DC的连接 也完成了 高级退转 720 他上难度了 跳步 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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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赛能力非常强的时候 看来动作的话 非常的稳健 整套动作他都上难度了 结束串 2080结束 用的是一个难度很高的 一组的合物班结束 正常情况下来看 金牌还是属于他的 因为从四个项目的难度实力 他还是 确实是 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姜云园 和黄秋爽 发挥的也非常出色 在前面的比赛 团体决赛 资格赛和全能比赛的 所有 三场 十二项次 全部成功 所以这个运动员具备有 超强的比赛能力 具有冠军的特质 这次俄罗斯女队能够拿到女团的金牌 那慕斯塔芬娜也是功不可没 只有16岁 这位选手 今年才开始参加重大的国际比赛 祝贺他 获得了冠军 将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产生了 他的获得者是来自俄罗斯的16岁选手 莫斯塔芬娜 那么中国队也是在本次赛赛当中 女子个人全能创造了历史 由江玉元获得了中国的第一位世界的女子个人全能亚军 他的今天的得分是孟大分大是61.032 比前两场还有提高 所以这个运动员发挥今天也是非常出色 江玉元在刚才的决赛中 比他在资格赛的成绩超了整整一分 获得 在资格赛的时候 江玉元在平和木和自由操场 青木木色有些难度没有被认定 孟超上有些出界 所以说这一场完成的更干净 获得第三名的是美国学手波罗斯 黄秋爽是获得了第四 这也是他比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比自己的资格赛发挥的更好的一场 好了观众朋友 在荷兰路德丹举行的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女子个人全能